这两天全台各地处的气温下降 也都下起雨来了 不过南部水库的进涨还是很有限 从去年八八风灾以来 南部地区降雨量就少得可怜 前一阵子水利处想要以人工造雨 增加水库的进涨 效果也不显著 南区水资源局表示 台南地区因为水库比较多 6月底之前正常供水没有问题 不过大高雄的用水仰赖高平息 只要高平息每天能供给的水量 低于77万吨 就要启动限水措施 原本应该是绿油油的稻田 现在都是干巴巴的泥土 南部地区这半年来降雨少得可怜 江南地区一起倒作休耕 让限水的危机暂时缓下来 不过不少农民不想让田地荒废 只好抽地下水 多少种点东西少一些损失 为了解决汉象 水利鼠配合气象局的天气预报 想要制造人造雨让水库多点进账 可惜效果并不显著 南区水资源局表示 虽然各水库水位不断降低 但是整体水量还算充足 6月底之前大台南地区可以维持正常供水 不过到高雄地区就比较令人担心 因为主要水源高平息流量不稳定 水利鼠已经设定限水的警戒线 到第二个警戒点 高平息的水只剩下每天可以抽用77万吨 就要准备开始做限水的措施了 高高雄地区每天需水量是120万吨 目前高平息一天可以供应90万吨 不足的部分则是启动深水井来补充 不过井水的供应量还是有限 现在只能仰望上游山区能有零星降雨 不然现有的水量恐怕撑不到6月雨季 记者东方陈显坤台南报道